想买房却迟迟下不了手 因为房价居高不下 政府打炒房出众手 再推囤房税2.0 锁定囤房大户 囤房税2.0方案 加大力道 先调高囤房税率 最高从3.6%调到4.8% 县市个别归户也改为全国总归户 让囤房大户更难避税 再来使用全房屋 明文纳入计算 持有户数 共有房屋 可能也要算一户 另外授权地方政府 像是商办大楼等等 非住家房屋 可以自定差别税率 但房产专家多半不看好 囤房税2.0 它稍微扩大一点打击面 其实针对的族群人数 还是不会太多的 所以影响效果是有限的 囤房税2.0按年计征 课税基准日定在 每年2月最后一天 囤房税草案修法 财政部8月18号起公告 一个月将送行政院审议 立法院修法 加批年底完成 明年7月实施 但专家认为囤房税 再怎么克也不容易 让囤房大户为了几万元税金 抛售百万房产 再加上房价也没松动迹象 打炒房成效恐怕很有限 在税基的部分上面 相对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们会认为 效果相对比较有限 而且反而可能会造成 租金的暴涨 囤房税2.0 想让囤房足试出空污 何时能看透成效 得看市场反应 今次我们的关门新余家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